虎扑10月20日训北京时间后天凌晨3点 国际米兰将在欧冠小组赛首轮主场迎战门新格拉的巴赫拉主帅孔蒂和队长汉达莫维奇一起在国米苏宁体育中心出席了赛前新闻发布会 这只国米相比上赛季有了更丰富的欧战经验 同时也牵下了比达尔和阿神拉夫这样经常征战欧冠的球员 你认为经验的提高对于球队来说有多重要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收获了更多经验 上赛季的欧战之旅 包括欧冠小组赛以及闯进欧联决赛的经历 都让球队得到了更多的锻炼 比达尔等球员的加入也是很大的补充 从经验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比上赛季准备的更充分了 现在球队在阵容方面怎么样了 有足够多的可用人手吗 巴斯托尼可以付出了吗 巴斯托尼从周一就开始跟队训练了 今天是他第二次参与和练 他已经可以参赛了 但是会坐在替补席上 大家需要明白这一点 当一名球员刚刚从这种情况下恢复时 他的身体还很虚弱 需要时间才能彻底康复并恢复到最佳状态 所以我们在选择阵容时会评估这些情况 包括中场也是一样 我们会尝试一些其他选择 布罗佐围棋在踢完得比之后也有一些疲劳 所以我们会进行一些轮换 我不打算让任何球员冒险 当球员不在最佳状态时 我们就会评估他们的状况 来自网游报的提问 一甲的四只欧冠球队在上轮联赛的表现都很挣扎 你对此怎么看 有什么原因吗 原因就是一甲现在是一个非常平衡的联赛 有很多球队都能竞争前四名的位置 很多球队都很有竞争力 都想抓住机会取得成功 我们也想成功 所以我们也会为此付诸全力 其实不止一甲 很多国外联赛的强队也翻车了 比如黄马和巴萨 联赛就是这样 有时候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 这也说明在国际比赛日之后的比赛不好踢 很多球员都很疲劳 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我们希望在今后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尽可能不受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 来自时报的提问 你为什么想要踢一个3412的体系 却不安排埃里克森踢前腰 另外比达尔能踢前腰位置吗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体系 是因为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球员的个人特点 我们在上赛地欧连后期开始尝试用巴雷拉踢前腰 这样他可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当时他的位置也稍稍偏右 布罗佐维奇和加利亚尔迪尼在身边保护 有的时候前腰的活动区域会发生变化 但他还是前腰 巴雷拉踢前腰没问题 他适合踢这个位置 当然我也有很多其他球员能踢前腰 比如爱里克森 森西 比达尔和纳因哥兰 来自西班牙媒体的提问 目前在西班牙大家普遍认为黄马存在着不确定性 所以也将国际米兰列为了这个小组的头号热门 这对你来说会是一种压力还是动力 我还真不知道大家是这样想的 黄马是去年的西甲冠军 他们有不少曾多次赢得过欧冠冠军的关键球员 所以大家不看好黄马这让我觉得有点好笑 我觉得评价一支球队还是应该用更严谨 更认真的方式 这种说法不是真的 黄马并非小组热门 我们不应该这么看低黄马 这就是我的看法 全程微笑 你觉得自己是不是缺少了一座欧战冠军奖杯 来让你的执教生涯的履历更为完整 我觉得我离欧战奖杯越来越近了 我进过16强8强和半决赛 去年也进了决赛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问题 我想受征服的旅程 我也在每一次欧战经历吸取的经验 每年只有一支球队可以夺得最后的冠军 但我对我过去四年的经历感到满意 我一直在进步 这些经验让我感到自豪 目前桑切斯怎么样了 他能出场了吗 我们一度非常紧张 因为当时从智利传过的消息听起来很不妙 他在回归后 我们采用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对待他的伤势 他在得比踢了15分钟 这已经让我们有点担心了 但他跟我们做了保证 确认自己没问题 目前他也在正常训练 明天我们会评估他首发的可能性 最后一个问题 国民现在要求很多 而且大多数都来自于反击 你在后防线上有很多身体出色的球员 但他们速度并不是很快 这是否会成为一个隐患 我们上赛季也采用了相同的防守策略 后防站位很靠前 我觉得目前后防人员的技术特点足以让我们应对这种局面 除了戈丁离开 科拉罗夫到来 其他人还是上赛季的那些 而去年我们是联赛防守最好 竞胜球最多的球队 我们目前很努力很努力的在训练 我们希望把球队的优势加以稳固 并且提高自己的不足之处 在时间紧缺的情况下 我们也在大量使用视频训练 我不会过于担心防守 我们现在踢着攻势足球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但上赛季我们用这套防线拿到了联赛第二 我们只需要一些细节的改善而已 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完美 但有时候就会犯一些错误 正需要时间来提高 同时新加入的球员也要更快的融入到目前的战术中